移民与关卡局表示 截至下午3点 通过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出境乌兰关卡的人达512个 而入境的则有67个 冒公布指出 获知有一名乘客入境新山之后 接受快速抗原检测时呈阳性 目前正由马来西亚当局处理 根据巴士业者的记录 所有从我国出发到新山的乘客 离境前的冠病检测结果都呈阴性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乌兰关卡中午迎来多辆 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的巴士 访客入境时需要出示疫苗证书车票等 同时也需要出示 由专人进行的快速抗原检测 或聚合霉炼式反应检测阴性证明 之后再前往自动通关闸门通关 那些无法使用自动通关系统的人 则可以到一旁的人工通关处 办理入境手续 他们过后回到原本的巴士 续乘到乌兰零时巴士转换站 或奎英街巴士总站 至于出境的乘客 通关程序也大致相同 乌兰关卡今早的通关流程一切顺串 多数的旅客都能够使用自动通关系统 这是因为他们都携带了所需的通关文件 并在入境前提交了SG Arrival卡 我们会继续的观察情况并且做出改进 过程非常的顺利 因为我们有提前申请那些 线上申请那些程序 所以刚刚的过程是非常的顺利的 因为本来买的车票是12点了嘛 但是到12点45分巴士才到吧 但过后整个过程其实都蛮顺利 通关也蛮顺利的 在乌兰零时巴士转换站 早上6点多就已有乘客等待出发前往新山 新运旅游首批乘客共有43人 有两人没有出现 乘客需要提早1到2个小时抵达 以完成相关手续 一旦完成检查 乘客就会获得附有巴士车牌和座位的贴纸 巴士准时出发 在早上9点10分左右 抵达新山拉庆巴士站 据了解这趟巴士的其中一名乘客 抵达拉庆巴士站接受快速抗原检测后 结果呈阳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